看一部电影剃派人生 这里是唐斯林书电影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 世界奇妙物语25周年 秋季特别偏执 谎言诞生日 都说撒谎很不好 小时候父母和老师也教过我们 要做一个诚实的人 可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们就学会了撒谎 似乎学会它也毫不费功夫 不记得第一次撒谎的时候 是因为什么样的奇迹 但我们还是会经常听到别人说 多希望生活在一个没有谎言的世界 刚巧今天的故事背景 就是发生在一个没有谎言的世界 在男主政太郎生活的世界里 是没有谎言的 准确来说呢 大家都没有撒谎的意识 大家都不会撒谎 都不知道谎言这个东西的存在 那这样的话 他们的相处方式 都变得很直接了起来 例如在婚礼上 直接指出新郎是个丑八怪 新娘看上他 完全是贪图他的钱财 大家都在真实地看热闹 除此之外 冲突的概率也很大 打架基本上是家常便饭 这是郑太郎在婚礼现场 遭新郎抱锤的片段 因为新郎刚从别人口中 得知了郑太郎和新娘有过一腿 因为没有谎言 广告呢也变得无比的真实 因为没有谎言 政客也没有了伪装 再一看好像也还好吧 没有谎言的广告和政客 不正好看清他们的嘴脸 但如果是对自己呢 真实的结果你能接受吗 郑太郎被上司提出当后部裁员 理由是他业绩不好 还让他去闯个祸 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让他走人 郑太郎被女友分手 理由是他觉得郑太郎没出息 刚好公司有钱被追他 他想换个更优秀的人做男朋友 遭受工作和女友打击的郑太郎 正十分沮丧地走在回家路上 不知道是不是梅运迎来了转机 他在路上看到了一个钱包 打开一看里面的钱挺多 他想把他据为己有 路过的警员一眼就看出了他有问题 要把郑太郎带回警局 郑太郎考虑到自己如果闯了祸 正好给了上司一个开除自己的理由 于是拼命反抗 警员又以妨碍公务罪要拘留他 这下他就更慌了 警员也毫不客气地逃出了手枪 郑太郎内心不想被拘留 不想被开除 也不想被分手 遭遇几重打击下的他 情急之下说出了钱包是他的说辞 大家都信了 警员也对他进行了道歉 他也不用被拘留了 事情得到了解决 回到家的他开始慢慢思索 他自己为什么会说出那样的言论 年迈的父亲看他一个人在客厅发呆 就想问他工作怎样 郑太郎坦白 现在的他是采源后部糟糕透了 父亲听到后叹了一声气 说了一句 幸好没被他母亲知道 郑太郎的母亲在多年前因病去世 去世的时候 母亲最放不下的就是郑太郎 他丢失了这份工作 母亲如果在世 肯定会担心起他 郑太郎一想到此 就对父亲说 他不仅不会被开除 还签了一个很大的合同 郑太郎逐渐意识到 他可以说出不符合事实的话 技巧就是 把心里想的事情 按照相反的方向说 他把这个技能 教授给了两个好朋友 三人就像是发现了新大陆一样 觉得这很神奇 很快 三人就开始在打击上 撒播天灾的谎言 戏弄身边的路人 一伙是欺骗服务员 他们已经买单 在餐厅里吃霸王餐 再后来 为心地夸赞路边的妹子 带他们一起去喝酒 总的来说 撒谎技能的出现 让他们尝到了很多甜头 三人还用各自的手字母拼音 给这个技能取了一个名字 叫做谎言 于是谎言就这样诞生了 随着他们对这个技能 掌控得越来越熟练 简单的谎言 已经不能让他们满足了 郑太郎想了一个计划 他拿起周边的矿泉水 睁眼说瞎话 说这瓶水喝了能让人幸福 于是他们把水换了一个包装 在电视上投了一波广告 订单就蜂拥而至了 开会没有信心喝一喝 考试祈祷成功喝一喝 协调家庭关系喝一喝 清洁牙齿泡一泡 拯救癌症患者喝一喝 三人靠欺骗受众 瞬间成为了有钱人 郑太郎还给自己老爸 买了一栋豪华别墅 生活过得好不惬意 可是没过多久 那些顾客就发现 这水喝了根本没有用 他们就在郑太郎的办公室门口闹事 心理素质比较差的眼镜 直接开始撇清责任了 但好在郑太郎机灵 他宽慰大家 这水喝了要五年内才会见效 单纯的大家就这样相信了 他们也不好再怪郑太郎 只是垂头丧气地离开了 其中有一个小女孩没有立马离开 她哭得很伤心 她以为幸福之水 能让母亲脱离病痛 所以花光了所有零花钱和压岁钱 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水的身上 现在倒好 郑太郎一句五年才能见效 她母亲终究是没有等到水洗作用 就离开了人世 小女孩的坦白 让郑太郎陷入了深深的自责 她没想到不经思考的撒谎 会给别人带来伤害 而且女孩失去母亲的遭遇 让她想到了自己也失去过亲人 郑太郎说服了朋友 打算一起去警察局 但是在自首前 她还要去做最后一件事情 她找到了那个小女孩 对她说下了最后一段谎言 她告诉女孩 她妈妈在拿到水后 曾特意打过电话给她 电话里的她十分感激女儿 十分爱自己的女儿 说的时候还满点笑容 所以如果哪天她离开人世 她也会一直在远处守护着她 小女孩听到后很感动 对这件事情也得到了释怀 在此之后 郑太郎向警察坦白了一切 解释撒谎是个很难的事情 但当他们明白后 这个技能也被广泛传开了 大家纷纷利用谎言逢场作戏 广告也学会了投机取巧 政客也学会了伪装 所有人都开始隐瞒自己的真实想法 再一看 谎言的存在在带坏了很多人 但仔细一想 谎言的存在也不只有坏事 至少在这几年 大家和争执的概率大幅度减少 世界也因为有了谎言 就像是加了调和剂一样 变得更加和谐 郑太郎出狱后 我们才知道那年他撒的最后一个谎 并不是对女孩说的那个 他还向警察隐瞒了两个好朋友的参与 自己一个人把责任全部扛了下来 当然他也因此获得了两个铁哥们 至于那个小女孩 在和他擦肩而过的时候 似乎也看出他变得更加优秀了 或许谎言还有一个作用 它能让人变得更幸福 当然这是相对的 说到底 还是取决人是怎么运用他的吧 好了 如果你喜欢本期内容 不妨点击下方的订阅 点赞评论 走一波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 有